我本来是想在那里里搭帐篷的 我起来了 我起来了怎么办呢 哈喽我是温暖 骑着边三轮带着狗子 魔女啊 现在已经是出了四川 进入青海省了 在玉树周围 今晚上呢 想在这河边找地方扎营啊 结果呢 这个进不去 然后现在天空还在下着小雨 那有两个帐篷 我们去问一下 可不可以在帐篷才能搭帐篷吧 看有没有人吧 我得赶紧找地方扎营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八点半了 不要一会就会天黑了 问一下 你好 没有人啊 那我晚上说可以在这里面住啊 呀挺好的 这里没有人 还是那个帐篷看一下 看有没有人 如果有人的话给他们说一声 这个帐篷里面也没有人 可能这个帐篷是 这些人家户 扎在这里 对吧 咱们今晚上 就在这里扎营吧 哈家伙 还没有准备进去 就来几条狗了 这条狗子 从平安来的 从那个缝子上面下来的 今晚上住这里海拔四千二 然后平安呢 已经成功的社交了 就是一条小黑狗 叫的最凶 但是不肯上前 这样的狗呢 已经平安已经成功的打入内部了 你看这尾巴 摇圆了 天哪 过来 他这个应该是凤幕的人 或者是说人家 闲天过来休息的时候 在这里面搭了两个帐篷 然后晚上是没有人的 今天晚上呢 就借住在这里面了 这里面有两张床 可以在里面睡床了 就是这里可以 就是晚上住一下 明天早可以吗 一几个 对 然后还有狗 你说要收钱是吧 多少钱 我不知道你要说 你说嘛 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 这就是他的帐篷里面 二十二十 二十块 我没有现金 我没有现金 你有微信没有 我给扫微信好不好 啊 好的 我给他讨价还价 二十块 本来我是想搭帐篷的 现在马上天黑了 然后又来了一个 这旁边的 你们是在这边坑木的是吧 对 您再多少头女了 那都是你的女的吗 对 然后呢 他们还要继续跟我聊天 再聊天的话就 天黑了 前面有那个 前面有同伴 他们开车的 有新加多车 我也没有现金 他说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 哦 这就是多数钱啊 这摩托车 一头猫牛 一头猫牛跟我换一头猫的车 这个猫牛 这个是本胎 刚买的时候这个多数钱 一头猫牛 现在都不要一头猫牛了 你给我一头猫牛 把它车给你 七头猫牛去了 现在天马上黑了 我也没办法继续换地方了 因为我们前面走的话 它五十公里有个垫子 但是天黑了 现在几点多了 每天会的话 这旁边啊 五十多公里多的话 是有电话 啊没事没事就在这里 安全的吗 安全的啊 我留给你电话 不然我找你啊 你把你手机拿来 我留给你电话 我就晚上遇到微信了 我给你打电话哈 嗯 你要不要救我哦 嗯 知道 知道 我叫温暖 温暖 对温暖 温暖 我今天要 你大一点点 你要叫姐姐 好了 我们现在要收拾工具 进一个 这个大哥过来了 带着手机过来了 给他扫个二维码 二十块钱 今晚上就住这里了 天呐 你跟别人走干啥呀 回来 过来 天啊 好家伙 过来 他们回去了 其实每次在户外扎营的时候 安不安全 那是天天有病的 为了安全哈 我去把博洛车裹起来了 你要把这桃子放下来了 差了 外面有什么吗 不要 别人出席下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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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有什么东西他才会叫的 然后这边的穿着的狗都过来了 现在这边海拔是4300 温度的话大概只有几度 特别的冷啊 我这个睡袋也是妈妈牌的睡袋 不是很能保暖 但是我穿着圆服睡觉 平安刚刚一直在叫 我从来没有见平安这么叫过 但还好没什么事 现在狗也不叫了 其实我在外面扎营 我不太想扎在有人的地方 除非是那种城市里面有人的地方我不怕 我在荒郊野外有那么一两个人的话 我宁愿扎到没人的地方 但是今天扎营的时候被木门发现了嘛 然后就住在这个庞子里了 希望一切平平安安吧 老天保佑 你们保佑 菩萨保佑 好 睡觉了 睡觉了 好冷啊 嗯 优优优独播